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的运气和福报 都是从嘴里露出去的 一个人嘴有多见 命就有多见 尖酸刻薄叫口业 赞美鼓励叫口德 命运就是德性抵消掉业障所剩下那部分 业少得多方未及 所以嘴上不积德 害人中害己 言谈悦人心 是位最吉祥 嘴好 福报绵绵 嘴损 福气散尽 命运不好 最该反省的是嘴 管好自己的嘴巴 少造口业 有这样一个故事 富商派仆人买来世上最好的东西 仆人买回来了舌头 第二天 富商又派仆人买来世上最坏的东西 怎料仆人买回来的还是舌头 富商顿时大怒 怎么好的坏的都是舌头 仆人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舌头 好的时候无人能比 坏的时候却又能伤人刺骨 能如此将善恶极具一身的 就只有舌头了 金云 舌上有龙拳 杀人不见血 舌头 是最柔软的武器 能轻松挑断一个人的筋骨 也能化成暖阳 沁人心脾 它是基伏之根 也是作恶之源 看一个人福报的大小 看他的舌头就知道了 一 乱嚼舌头 损福招灾 常言道 百病从口入 百货从口出 乱嚼舌头 折损的是自己的福 福尽了 灾祸就来了 在三国时期 有一位名叫弥衡的名士 此人口才十分了得 但却没有口德 孔荣献此人有才华 便将其推荐给曹操 但他却三番两次 明里暗里侮辱曹操 曹操愤怒不已 转身将其送给刘表 但弥衡却丝毫 未意识自己的问题 第一次见面 就对刘表一顿讥讽 刘表大怒 想杀之而后快 但不想落得害贤的名声 于是就把他送给了性情急躁的江夏太守皇祖 皇祖听闻过弥衡的才华 颇为欣赏 于是列队欢迎 场面十分隆重 但弥衡表现得并不领情 皇祖并未放在心上 而是在饭桌上 问到弥衡如何看待自己 弥衡上下打量之后 傲慢地说道 你并不是人而是寺庙中的神 可这个神虽受到祭祀 却根本不灵验 皇祖本身脾气就十分暴躁 听到这还了得 立马下令将其斩杀 就这样才思敏捷 文采飞扬的弥衡 最终死在了自己的那张嘴上 菜根坛有云 谨言慎行 君子之道 所谓谨言 就是要为自己积攒口德 自古以来 语者妄言 智者慎言 口出妄言 毫无分寸的人 只会给自己招惹灾祸 而谨言慎行 说话有尺度的人 人生会越来越顺 人生的运势 皆取决于自己的嘴巴 嘴能招货 也能击福 只有多说好话 言语暖人 才能改变运势 为自己招来福气 二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 开口便知 小窗幽记中所说 萧谷口中 生出莲花酒品 朔鸡舌上 容他鹦鹉千言 同样一张嘴 能生出莲花慈悲般 大德境界 也能拆人枯骨 直戳人心 想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福气 开口便知 从前有个孩子 个子矮小 还有些跛脚 为此他非常自卑 有一天 老师叫他来台前 默写生字 他斜着身子 抖着小手 字也写得 歪歪扭扭 台下的同学 哄堂大笑 老师却温和地 看着他的眼睛 说道 你看你这些字 像不像从地底下 拱出来的小嫩牙 别看乱 这些小嫩牙 将来也许会开出 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呢 这一句话 藏在他的心底 成为了他一路向上的 信心与力量 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 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而这位老师也成了当地德高望重的名师 舍未利害本 口是祸福门 心存善念的人 自然口吐莲花 所以一个人的嘴里藏着他一生的命运 嘴上有德 心中才有量 学会用说话与人结缘 才能少走弯路 多谢成就 做人最大的福气 不仅仅是有颗好心 更要有一张好好说话的嘴 就像是拥有一个可以收获福气的福袋 只要张口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福气涌入 嘴上留德 就是人生好运的开始 三 人生最好的福相 是口出善言 古人讲 言由心生 养好一张富贵嘴 就是养出一颗有福心 人生最好的福相 就是口出善言 曾经有位智者 有断人吉凶 窥探天机之能 许多人经过他的指点 都得到了富贵 有一天 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年人 来请教智者 您这么厉害 也教教我怎么能有钱吧 智者说 明日午时 你去祖坟祭拜 随后 把这几件东西 埋在东南西北方向 不用几年 就能富贵加深 但是 你要谨记 埋下之后 赶紧回家 不能说半句丧气话 否则福气 就留不住了 次日 中年人 按智者的吩咐 将一切布置妥当 回家时 却突然遇到 一个拦路的乞丐 中年人 献他衣衫褂褛 一脚踹开 嘴里还忍不住 咒骂道 真会气 你个臭药犯的 还敢拦我的路 回到家的中年人 还在洋洋得意时 智者却叹气道 天意难为呀 你这路上 肯定说了不该说的话 富贵命你是留不住了 天底下最难的事 就是说话 一不小心 就出口伤人 或从口出 恶口一张 福气全跑光 人如果一直讲恶语 说是非 损服是很快的 其实运气运气 不过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气场 你消极丧气的话 积攒多了 就成了晦气 气场就糟糕 你积极温暖的话说多了 就是福气 气场才吉祥 正所谓 严肯者多吉 知足者多福 你说的话 就是你内心的体现 多说好听的话 但不要存心讨好 这样才能留住福报 毕竟诚恳赞美他人的话 说得越多才越幸运 有道是 口开神气散 舌洞是非生 舌头是世上最柔软 也是最锋利的东西 语言不善 就是饥饿 饿饥多了 命就不好 想要享福 就要先养一张富贵嘴 我们说别人的过失 是善意的想让他人改变 这不会有罪过 但轻易宣扬别人的过失 就造恶业了 所以最好不说他人的过失 甚至要隐藏 保密他人的过失 在不了解的时候 最好不赞叹 也不诽谤一切众生 但很多人都有习气 经常在暗中说一些事非常短 说别人的缺点与过失 这本身就是一种过失 是一种造业 善恶不在表面形式上 都在心里 你无法判断他人的心 就不要盲目地议论 评价别人 这样很容易毁坏自己的功德 消尽自己的善根 断送自己的慧命 对自己一点一滴的好处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有的人热衷于说些没用的闲话 废话就是佛法中所说的其余 自己的经历在别人不问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去说 如果有人想知道 在对他有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说一些 有的人因为控制不住自己 不管对方想不想知道 有没有利益 就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事 说了半天 谁也莫听 与没说一样 说闲话的果报 是口才不好 说话莫分量 别人不愿意听 有时候说闲话 会让听见的人生起贪心 嗔恨心 嫉妒心等 弄得人心慌 慌而生起烦恼 让人心情不愉快 这也是再造恶业 恶语这个罪过非常严重 因为人只要生起一刹那的嗔恨心 就会摧毁相续中所有的功德 福德和善根 你让他伤心 让他生气 他就会毁坏这些 这等于你毁坏了这一切 这个罪过非常严重 所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轻易说别人的缺点和毛病 有的人说 我是为了他好 如果你是为了他好 那你得观察一下 你有没有掉幅他的能力 你们之间有没有这个缘分 如果没有这些 你不但不能让他改正 反而让他生气 让他烦恼 如果你明明知道 这样做了以后是这个结果 你还要这样做 那就有一定的罪过 而且你发心也不正确 什么是正确的发心 发心完全是清静的 不为自己 只为他人 你明明知道对方不能接受 你也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们之间也没有这个缘分 你还说他的缺点 还找借口说是为他好 你这样的发心已经不清静了 你将来要感受果报 在因果面前 谁也装不了 谁也躲不了 因果就像个秤一样 都给称得好好的 一点点也不会有差错 所以说话一定要注意 不要轻易伤害别人 若是为了发露忏悔 改过 应该在三宝面前说 而不应该在大众面前宣说 修行之人 说话要有威仪 说有道理 有意义 符合实际的语言 佛的事业就是佛的教育 佛的教育就是教众生快乐的方法 要想运用好语言 掌握好语言艺术 最好在没有开悟 没有明心见性之前 不要轻易地去说别人 有的人以为顺口说几句他人的坏话 没有什么大事 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百叶经中有个公案 有一个女子骂其他的女子喂母狗 结果在未来五百事当中 转生喂母狗 所以说恶语对自己的伤害也特别大 如果说一句让别人听了很愉快的话 那你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得到好报 时刻都会有人让你心情愉快 这多好啊 千万不要轻易说别人的缺点和毛病 会被因果 以下列举十八种口业与灾祸详细对应因果 一说藏话的人谈多容易口臭 二诽谤或恶意重伤所带来的恶果更多 三爱说绝话的人往往断绝自己的路 灾难多没有机会 四爱说大话的人往往自己没什么能力 五爱承诺别人自己又办不到 这种人容易遭到欺骗 六爱发牢骚的人 这一生命特别的苦 七喜欢争辩的人 自己将成为是非人物 没有好的命运 八爱笑话别人的人 最终会招人家毛病上身 九爱说极端话的人 这一生容易大起大落 十爱说狠话的人容易招来横祸 十一喜欢议论是非的人 一定是命运不济 十二语言上老想证明自己的人 这一生将让人误解 十三话多话密的人般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 十四喜欢说谎的人得不到信任 记忆力还容易减退 患老年痴呆 十五说话不留余地的人 遇着灾难困难将无法化解 十六喜欢让人夸的人 自己事业上往往很难得知 十七喜欢溜须拍马的人 最终让人出卖 十八说离间语 两舌之人 眷属都不合 亲友互相争斗怨恨 末法时期 现代人很容易造妄语 其语 恶语 离间语 这四种口业 不知不觉的就会犯 其心动念 都会造业 一定要注意 说恶语了 恶口骂人了 要统统地忏悔 看到这里 你也许想知道 如果不小心造了口业怎么办 接下来我教你一句话 立即化解 在业力的推动下 没有人是故意的 智者怜悯有情 与者互相指责 大修行人不见众生过 大居士绝不说僧过 曾广贤文 有云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管好自己的口 是我们修行的重要一刻 弟子归教导我们 道人善 吉善 人知知 欲思勉 洋人恶 吉恶 吉知甚 或且做 管好自己的口 是我们修行的重要一刻 我们常讲 心好嘴不好 荣华富贵者去了 我们都是六道凡夫 都会生气 情绪无法控制时 就容易说出伤人的话 或许当时无心说出 但听者有意 也许只是你无意的一句话 就可能已经造下深重的罪业 图定的故事 很多人都听过 一位禅师从口袋里 取出了几颗钉子 对年轻人说 你去把这几颗钉子 钉在树上 年轻人按禅师的话去做 把钉子钉在了树上 禅师又说道 你去把钉子取下来 年轻人费了半天的劲 用各种工具折腾了半天 才取下了一颗钉子 禅师来到了年轻人身边 用手指着那个钉子 留下的痕迹说 就是拔出来 那又能怎么样呢 对别人有所伤害的话 就像钉子一样 尽管你能取回来 可是你留给别人的伤害 就像钉子 留在树上的疤痕 一样是永远消除不了的 别让口叶毁了你的福田 口叶是我们造作的障碍之一 包括 两舌 恶口 奇语 妄语等 有些人的口叶 只是一种习惯 他们没有想到 是否造口叶 只是爱讲来讲去 口莫遮拦 每当知道一件事 或想到一件事 马上告诉人家 而且加油添醋 夸大事实 你造的口叶 使别人受损越大 你的果报就越重 到底是什么果报 要看人家受到什么样的损失 不一定是对方再造相同口叶 来伤害你 有的是从人而来 有的是从环境而来 造口叶者会受果报的 有的人是在造口叶之后 才知道已造了口叶 他知道那些事说不得 只是脱口而出 并没有预谋或挖空心思 要使人受害 讲完之后 就马上后悔 就要忏悔了 每个人都会生气 情绪无法控制时 就容易说出伤人的话 或许当时无心说出 但听者有意 也许只是你无意的一句话 就可能已经造下深重的罪业 生气发怒时 深吸一口气 默念佛号 翁 斑 扎 耳 萨 朵 躲 包 一直念到心情缓和 情绪平稳 佛号不但能平息怒气 控制情绪 还能忏悔过错 清净障碍 一旦你不小心造了口叶 只要诚心念诵 十方佛菩萨护佑你 化解你的过失 圆满你的错漏 学佛一定要注意口叶清净 做到守口如瓶 地藏菩萨本愿精云 若欲恶口者 说眷属斗正报 若欲诽谤者 说无舌窗口报 所以佛陀教会我们 在修行和日常生活中 要善护口叶 不犯这些口的过失 多用爱语 慈悲语 真实语 真诚语来对待周围的人 红衣法师开始说 出家人若有过失 在家人闻之万 不可轻言 此为佛所痛戒者 罪以甚知 我们学佛 依着佛的教导修戒 修定 修会 借种种的深口意的恶法 口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其余 口守住 不造这些负面的口业 多念诵大成经典 多赞叹诸佛菩萨 我们自己修得清净了 那深口意给予别人的 就都是清净的 心清净了 相貌会清净 声音也会清净 华言经云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众生吸水净 菩提影线中 故而 一个真正修行人 必须做到 不见一切众生过 绝不说僧过 不听是非 不传是非 不说是非 是位大修行人也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暗藏着能量 它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你的命运 在中国文化中有利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孝 而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语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 你的修身利命 男师曾经说 你常说的话 就是你命运的预言 多么深刻 想要预知过去果 今天受者是 预知未来因 今天做者是 你心里想什么 嘴上就会说什么 嘴上说什么 命中就会吸引来什么 这就是因果关系 所以 佛经中说 修一张富贵嘴 想一世富贵命 你嘴上说的话 就是你的人生 如果想要富贵 就要对生活少叹气 少抱怨 古人说 口能吐玫瑰 也能吐吉里 吉里就是一种长次的植物 当我们生气愤怒的时候 身体就会接受到负能量 负情绪 从而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品质 而每天说积极向上的话 生活就会越来越顺 所以这就是古语告诫我们 非理勿视 非理勿听 非理勿言 非理勿看 不管你现在深处何处 是否如意 常说善言机善德 想改变命运 就从说话开始 生活中 不乏笑点很低的人 和哭点很低的人 而现在还有一种人 越来越多 也就是怒点很低 很容易生气 抱怨 质责 甚至是怒怒争 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 越是没有本事的人 脾气越大 法华经中说 行愿的愿 深怒的怒 意思就是在生活中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 对人 生活就会还给你什么 人生在世 你的脾气决定了你的命 决定了你的福 也决定了你的人生 所以性造心粗者 一事无成 心平契合者 百福俱集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脾气也不太好 在经当官的时候 四口谩骂 得罪了很多人 后来 当他官场失利的时候 也没有人出来 为他说话 他后来自知反省 知道自己的脾气 悍然不尽人情 觉悟之后 忠诚就为一等的永一吼 历任两江总督 官居一品 所以 皇帝内经中说 百病生于气也 怒则气上 过了 恐则气下 没了 悲则气消 寒则气收 都不平衡 看来这脾气 还真不能乱发 发出去伤害的 最终是自己的身体 所以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悉命的最好方式 就是控制好你的脾气 与其有本事去生气 不如去争气 脾气越好 福气越深 曾有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从前有个人 每次他和人起争执而生气 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 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 后来他的房地越来越大 但只要生气 他还是会绕着房子跑 等到晚年 他的房地已经很广阔了 有一天 他的孙子问他 爷爷 这附近没有人的土地比您更大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您一生气 就要绕着土地跑三圈呢 老人说 年轻时 我一发脾气 就绕着房地跑三圈 边跑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少 我哪有时间 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 一想到这里 气就消了 于是把所有时间 用来努力工作 现在我年纪大了 还是会生气 绕着房地走时我会想 我的房子都这么大 土地这么多 我又何必跟人计较 一想到这里 气就消了 赢在宽幼 死在脾气 只有懂得知足的人 才会心安 才会心宽 否则 我们在物质上 拥有再多 内心都无法感受到 平和喜悦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 各种糟心的事情 有工作中与同事 客户的争端 有家庭中夫妻 孩子 父母的烦扰 有朋友间利益 情感的纠葛等等 每一件每一桩 即使在小 都会牵动我们的情绪 但是任何情绪 它无论何时 何种原因生起 最终 它只会停留一时 然后消失 因此 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发火 不要偏激 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 要懂得忍耐 有缘人 脾气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脾气的因果 报应太大了 接下来的视频 确实有点涨 建议你在心情平和 不忙的时候再看 耐心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必定福气满满 如果你当下没空 可以先订阅收藏起来 以免以后找不到了 庄子 耿桑楚中讲 静之而不喜 舞之而不怒 顺静时不喜 逆静时不怒 不让情绪左右 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 把一只饥饿的狗 关进铁笼中 让笼子外面的另一只狗 当着它的面啃骨头 笼子里饿坏的狗 很快就按捺不住 在急躁和愤怒的情绪之下 竟然引发了神经性的病态反应 狗的结局让我们看到 生气就是慢性自杀 豁达才是长寿的秘诀 老话常说 气大伤身 皇帝内经中也曾明确地指出 百病生于气矣 一个人气不顺 心里不痛快 稍有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就能气得一晚上睡不着 又怎么会过得快乐 活得长寿呢 其实 所有坏脾气的来源 都源自我们的内心 越是发怒 事情越会复杂 当愤怒逼走了我们的理智 就要学着让自己的心平和下来 懂得心平才能契合 越是平静 事情才会越简单 有句话说得好 悉命的最好方式 不是养生 而是情绪管理 生活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被误会 被冤枉 被重伤的时候 但人生本就苦乐相伴 如果事事计较 生活必然苦累 要知道 心情是自己的 身体也是自己的 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搭上自己的健康 处事糊涂一点 过日子健忘一点 活得也会更舒坦 更惬意 你有好脾气 才有好身体 人生在世 发脾气是本能 控制脾气是本事 脾气 即是风水 更是命运 脾气好 风水加 脾气坏 风水差 你是什么脾气 便是什么命 一 脾气 决定一生运气 菜根坛中讲道 性造心粗者 一事无成 心和气平者 百伏自己 脾气暴躁 易怒之人 很难有所成就 脾气温和 良善之人 福气不请自来 人生在世 性格 决定命运 脾气 决定运气 从前 在一个村庄 有两位年岁相仿的老人 虽是邻居 但生活 却截然不同 其中一位面目慈祥 说话温和 待人温柔 邻居们提起他 总是赞不绝口 夸赞他人好 脾气好 都愿意与之来往 另外一位 总是斜眼看人 背后经常议论他人是非 稍有不如意 就大发雷霆 而女回来看他 也总是被闲置闲呢 时间一长 而女不愿回家 邻里之间 也是躲避着他 此后 他的生活越发贫苦 脾气 却丝毫没有改变 脾气暴躁之人 犹如一点急炸的火药桶 即使好运到临 也会被吓跑 王阳明曾言 心霞为祸之根 心旷为福之门 心胸狭窄 爱发脾气 是祸根 心胸宽阔 脾气温和 是福运 人生就像一场修行 只有修好自身的脾气 好运才会上门 二 脾气 影响家庭和谐 古人云 一人像鱼 举坐不欢 满堂之上 若是有一人发脾气 众人皆不快乐 在家庭中 同样如此 一个人的暴躁脾气 能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氛围 坏脾气 如同病毒一般 传染速度极快 带来的后果 也是极其恶劣 一位父亲 在公司中 遭到领导的批评 心中很是窝火 于是便带着坏情绪 回到家中 回家看见妻子 尚未准备好饭菜 便破口大骂 悬冲着身边的宠物 狠狠踹了一脚 宠物受惊跑出门口 不料 撞到了刚放学回家的儿子 原本美好的一天 都毁于坏脾气上 与家人发脾气 争吵不断 家会变得乌烟瘴气 甚至会走向家破人亡 人这一生 别让脾气 毁掉了你的家庭 常言道 家和万事兴 只有控制好脾气 温和对家人 家庭和睦温馨 自会兴旺发达 三 脾气好 凡事都好 谷雨云 水深则流缓 雨池则人贵 一个人能控制自己脾气的人 自带贵气 命中有福 好脾气的人 一生幸福 凡事都好 拥有好脾气 身心健康 自然延年益寿 拥有好脾气 待人温和 家庭自然幸福美满 拥有好脾气 积极乐观 事业自会风生水起 拥有好脾气 心中充满爱 看待人世间 自然春暖花开 人生在世 切莫让脾气 冲走自己的福气 带走自己的运气 只留下怨气 泰国传奇人物 白龙王曾说 很多人都千里迢迢来问我 我的事业 会不会一帆风顺 家庭会不会幸福美满 孩子会有前途吗 我的婚姻会怎样 我只会问他们一句 你的脾气好不好 人只要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脾气越好的人 福气越深 余生 做一个温和大度之人 不乱发脾气 不处处计较 修好自己的脾气 养好自己的心性 你是什么脾气 便是什么命 你拥有什么样的脾气 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生活中的所有烦恼 都来自于人的执念 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与争吵 大多是因为想的太多 计较的太多 但真正聪明的人 从不会用情绪和脾气 去左右生活 而是在控制情绪的同时 也控制脾气 生气不如争气 生气不如争气 人生在世 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个人脾气越大 福气越小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 控制脾气比控制人生更重要 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那么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的人生 想要活得自在 先要修一个好脾气吧 如果你身边有特别容易生气的人 也许以下的建议可以帮到他 灵妖气急攻心 并从心起 论语有言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一个人 如果不讲信用 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相反 如果一个人诚实守信 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有一位老和尚 带着他的弟子去看风景 路上 老和尚对弟子说 我想让你学会忍辱 弟子不解地问 师父 您不是说要学会忍辱吗 老和尚笑着说 忍辱不是忍受屈辱 而是以慈悲为怀 忍辱是在帮助自己 使自己解脱痛苦的烦恼 也使别人解脱了烦恼 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 如果总是在这些时候发脾气 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 俗话说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此事骨难全 人生中的不如意是 十之八九 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既然如此 与其抱怨 命运不公 世道不公 不如学会忍耐和接纳 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时 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乱发脾气 避免气急攻心而生病 零二 气大伤身 气坏了身体 古人云 百病皆生于气 当我们生气时 往往会做出一些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皇帝内经中说 怒伤肝 喜伤心 悲伤肺 忧思伤体 惊恐伤肾 生气会使我们的肝受到损伤 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就会导致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 影响各个脏腑的正常功能 生气时 最容易导致肝气愈结 肝阳上抗 肝血不足等问题 而且还容易造成血管症挛 血压升高等症状 研究表明 经常生气的人 患观心病的几率 是常人的五倍 因为生气时 情绪激动 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 血管收缩 心脏负担加重等 情况发生 所以 经常生气的人 不但不会长寿 反而容易过早地患上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我们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要学会化解和转移注意力 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不要耿耿于怀 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 也不要焦虑害怕 惶惶不安 03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 惩罚自己 俗话说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平时和你关系很好 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但是只要一涉及利益 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 而对于这种人来说 别人的错误 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 把别人的错误 强加到自己身上 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真正聪明的人都明白 别人犯了错 他生气是因为他不能容忍 别人犯同样的错误 而别人犯了错 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己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但其实 这一切都是源于他自己内心 对自己不自信造成的 这样的人 往往只会伤害到别人 而伤害不到自己 所以说 在生活中 我们遇到事情 要学会心平气和 的处理问题 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零四 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不值得 忠庸中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重结 未知和 一个人发怒的时候 往往是情绪激动 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这时 我们一定要努力 克制自己的情绪 避免因愤怒而失去理智 菜根坛中也有言 喜怒不行于色 大事淡然 有以自修 可以一性而修命 一个人能做到 喜怒不行于色 就能更好地把握 人生的分寸 减少自己的福祸 但喜怒不行于色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都难以做到 真正做到的人 是很少的 因为他们知道 一个人发怒时 做出的任何决定 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人生 所以 为了避免伤害别人和自己 我们在发怒时 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 这比愤怒本身更重要 零五 生气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大学有言 知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人在愤怒时 往往会丧失理智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而生气时所做的事情 往往是让自己后悔的 而冲动的行为 往往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 让自己后悔莫及 因此 在生气时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静 不让愤怒冲昏了头脑 而静下心来想一想 自己生气后 会产生什么后果 如果能考虑到后果的话 那魔就不会生气了 而在这个时候 也就能够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 遇到一些不开心 不顺心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不如用另一种方式 来面对它 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来排解自己的情绪 人生短暂而短暂 不要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事 人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身体健康 灵六 好脾气 才能赢得好人缘 人活一世 最大的智慧就是 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不要因为别人 而坏了自己的心情 一个人如果没有好脾气 那他就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其实控制脾气 不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 更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真正有本事的人 都是在气头上就把话说绝了 不给对方留面子 因为他们知道 越是在气头上 越要把话说绝 菜根坛中有言 以则人之心则己 以数己之心数人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去理解他 包容他 谅解他 真正有本事的人 都是有脾气 有脾气的做人 做事 而那些没本事的人 往往都是没有脾气 不懂做人 一个有本事的人 最大的魅力 就是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 控制脾气 是一种本事 欲事不慌 处事不惊 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魅力 欲事 不发脾气 守心不动气 欲服不伤悲 修心不生气 制怒不动怒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 惩罚自己 生气 就像给一颗定时炸弹 埋下隐患 生气 就像给自己 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要明白 发怒是对自己无能的表现 发怒是对别人的伤害 发怒是对自己的折磨 发怒是一种慢性自杀 发怒是一种精神创伤 人的命运 其实就是自己的性格 有什么样的性格 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改变自己的性格着手 而改变自己的性格 最好调整自己的习惯 谈经有云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人这一辈子的福或吉凶 都是能看出来的 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福 看这四个地方就能知道 灵妖 情绪稳的人 焦善缘 谈经有云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情绪稳定的人 内心清静 能够更好的感知和体验世界 也更容易接善缘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商人 他很富有 但是性情暴躁 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位智者 智者告诉他 你的内心像一杯搅动的泥浆 你需要静下来 让泥浆审电下去 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 商人很困惑 他不明白 这话是什么意思 智者说 当你生气时 就像水中的泥浆一样 你的思维和判断力 会被混乱的情绪掩盖 只有当你的内心平静时 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商人终于明白了智者的意思 从此 他尝试控制自己的情绪 逐渐变得更加理智 成熟和有耐心 慢慢地 商人不再轻易被情绪左右 他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家庭也越来越和睦 脾气越温和 福气才会越深厚 正所谓 一念称恨起 百万丈门开 你的脾气 会挡住你的福气 母亲情绪越平和 家庭的气氛就越温馨 父亲情绪越稳定 家庭的情绪就越和睦 母静则子安 腹静则家宁 当你情绪好的时候 你不但家庭好 事业好 身体好 财运也会好 零二 说话缓的人 献休养 礼记有言 水深则流缓 人贵则雨迟 言谈之间 透露的是修养 更是福气 从前 有一个年轻的王子 他很聪明 但是话太多 总是喜欢在 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 妄加评论 一天 王子去访问邻国 宴会上王子 以嘲讽的语气说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外敌入侵 可不像你们 听到这番话 邻国的王子 脸色微变 几天后 年轻的王子 回到王宫时 才知道 那句轻率的话 让领国发动了进攻 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张嘴是祸 闭口是福 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会在得意的时候守口 失意的时候守心 正所谓 胸中有沟壑 无畏言语间 一个人越是心浮气躁 就越爱在言语上 跟别人争个高下 而成熟的人 则会谦卑神稳 即使身处高位 也不狂妄 也不炫耀 说出去的话都是你的主人 只有咽下去的话才是你的奴隶 经中说 言谈越人心 是位最吉祥 看一个人是不是有福气 就跟他平时说什么话 满嘴负能量 满嘴抱怨 诋毁的人不会有任何的福气 相反很少说话 只要一开口 都是正能量 都是对别人的祝福 这种人本身就是自己最好的风水 最能兜住自己的福 不说不能说的话 不做不该做的事 不教不必教的人 自然生活圆融 事业圆通 从而人生圆全 生命圆满 零三 心态好的人 走好运 祭约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幸福 烦恼 其实就是新的显现 只要改变念头 一切就都会改变 有一个真实的心理学实验 称为幸运的硬币 在这个实验中 研究人员在校园的走道上 随机放置了一些硬币 并邀请了一些参与者 要求他们 在走过这条走道时 尽可能多地找到硬币 然而 实验发现 那些自认为自己幸运的人 往往能够找到更多的硬币 而那些自认为自己不幸的人 则相对较少 这是因为 自认为幸运的人 往往会对周围的事物 保持积极的态度和信念 他们会更加注意 和关注周围的好事和机会 从而更容易发现一些潜在的收获 而那些自认为不幸的人 他们的消极态度 会让自己更加相信自己的不幸 从而忽略了机会和幸运 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一定是积极乐观的 当你愿好的时候 能量场就是顺的 吸引来的人和事 自然都是顺遂 如果一个人活在负能量当中 整天怨天尤人 吸引来的也只会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人要先学会快乐 学会知足 学会感恩 学会爱 当你的心中装满这些正能量的东西 正的气场的时候 你才可能有好事情发生 老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人欲喜事的时候 精神状态就好 人的精神状态越好 就越有喜事来 效对生活 福气自会不期而遇 零四 格局大的人 有福气 古人说过 量大福大 一个人的眼界和胸怀越广阔 福报也会越大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 一直过着焦虑不安的生活 他总是困扰于 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挫折 无法释怀 每天都感到疲惫和沮丧 年轻人求教禅师 禅师告诉他 你的内心太小了 你需要放下过往的烦恼 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年轻人听了 很受启发 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放下 禅师说他 试着想象自己的内心是一面大海 把所有的烦恼都丢进去 让海水把它们冲走 年轻人开始跟随 禅师的建议 他开始看到更多的美好 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宽广 最后年轻人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他开始享受生活 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人之所以不幸福 不是因为得到的太少 而是因为放不下的太多 有人骂了你一句 你记了一天 他就骂了你一天 你记了一年 他就骂了你一年 心小了 万事都成困扰 心大了 所有的事就都如云烟 古人说 吃亏是福 一个真正有格局的人 不会计较得失 他们欲识通透豁达 欲人随缘包容 不纠缠不责备 福气的关键 不再福而再气 大气的人一定有福 心胸宽广 永远都是命好的人 太上感应天中讲 祸福无门 为人自照 人生的福获 看似无常 但归根到底 都是自己修得的结果 收住脾气 便能守住运气 攒下福气 从今天起 做一个好脾气的人 用宽幼代替计较 用平静代替愤怒 只有心中常乐 不称不怒 才能在人生逆旅中 收获仪式从容 人生路漫漫 我们经历的霉运也好 浮原也罢 都是自己修来的 这就是自命自作 所以 这世上最管用的转运珠 就叫行善积德 一句鼓励的话 一颗待人真诚的心 都是不失 心不患悟 悟不治 积极的念头 就是行好运的前提 有缘人 感谢你看到最后 如果今天的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 请按个赞给我响应 回复一句 收住脾气 攒下福气 我祝你诸事顺意 福气满满 今生富贵平安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 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